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学习 书籍和资料 有许多好的i书籍和资料 例如人工智能简史 机器学习实战等 这些书籍能够帮助您更深入地了解i的基本知识和认知 社交平台和网站 您可以在Facebook Twitter 为NingChain等社交平台上加入AI相关的群组和论坛 与其他AI好者交流学习心得 此外 还有许多AI相关的网站 例如AI新闻网 AI科技网 机器之心等 都可以让您及时了解i的最新动态 最后 我希望您们能够认识到i的重要性和趋势 尽快开始学习i的基本知识和认知 学习i并不需要过高的数学和编程技能 只需要一颗愿意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心态 您就能够掌握基本的AI知识和技能 相信通过您的能力 AI的应用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创造更多的价值和福祉 我特别使用IHHPT在一个网上 完成了一本简单的科普电子书 AI为人人 人人用I的科普电子书 以科技传教师的角度 来客观地看待AI和新科技的发展 并且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视野 重新归零学习 特别针对中年人士 提出争点 在心态上克服恐惧 重新学习新时代的新科技 爱为人人 人人用I这本书的大纲实 第一章 爱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人工智能 爱的分类和应用 爱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第二章 爱的优势和挑战 爱的优势和优点 爱的挑战和限制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 第三章 爱的应用场景 公益领域中爱的应用 医疗领域中爱的应用 金融领域中爱的应用 第四章 爱的未来趋势 爱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爱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第五章 真编中年心态 重新学习新科技 中年人士对新科技的心态和视野 如何克服恐惧 重新学习新时代的新科技 如何利用爱提升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结语 爱为人人 人人用爱 爱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它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重新认识爱的重要性和意义 让爱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独立助手 尊敬的读者们 这本电子书旨在向您介绍爱的七本概念 应用场景和未来趋势 以及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视野 重新学习新时代的新科技 我们希望您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和帮助 更好的了解 并将其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中 提升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随时与我们交流 让我们共同迎接爱爱为人类带来的美好未来 提一掌 爱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人工智能 爱的分类和应用 爱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提一掌 爱的基本概念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爱是指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来模拟 延伸和拓展人类智能的一门学科 它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能够模仿 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学科 爱可以实现对自然语言的理解 对人类思维和知识的模拟 对复杂的问题进行推理和决策等 爱的分类和应用 爱按照其应用领域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简称NLP 用计算机模拟人类语言的理解 和生成过程 实现人类交互和信息处理 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 简称CV 用计算机模拟人类视觉系统的过程 识别 理解和处理图像和视频信息 机器学习Machine Money 简称NM 通过构建数学模型 让计算机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和识别规律 从而实现分类 回归 区类等任务 深度学习DEEP 简称DM 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 通过构建多层神经网络 实现对复杂数据的高层次抽象和表达 从而达到更好的分类 预测和生成等效果 爱的应用非常广泛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 自动驾驶 利用计算机视觉 深度学习等技术 实现汽车自动驾驶 机器翻译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和机器学习技术 实现文本翻译 医疗诊断 利用计算机视觉 和机器学习技术 实现医学影像分析和疾病诊断 智能克服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实现智能对话机器人 解决用户问题 金融风控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 实现风险评估 和欺诈检测等任务 爱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爱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当时诞生了 人工智能的先驱之一 图灵测试 之后 随着计算机硬件 和算法的不断进步 爱的应用领域 也不断扩展 如今 爱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 和人工智能领域中最活跃的研究方向之一 未来 爱的发展趋势将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强化学习 瑞金Force 06年 简称而 强化学习是一种通过失措学习的机器学习方法 它将人工智能 引向了更加自主的方向 在强化学习中 智能体通过与环境交互 根据环境底出的奖励或惩罚 不断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 未来 强化学习将会成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方向 大数据和云计算 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 数据的规模和种类也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有效地处理和分析大数据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 云计算技术的出现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未来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将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 外芯片和硬件 当前 人工智能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较高 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支持 因此 外芯片和硬件将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领域 未来 随着新型计算技术的不断涌现 人工智能算法将会更加高效和智能化 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是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不断进步 未来人机交互将会更加智能和自然化 人机交互的发展将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进一步普及和深入 总的来说 爱为人人 人人用爱的愿景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工智能将会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创新 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第二章 爱的优势和挑战 爱的优势和优点 爱的挑战和限制 人工智能爱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领域之一 它是一种通过模拟人类智能来实现自主学习和决策的技术 爱在许多领域如医疗保健 交通 金融 教育和娱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本章将讨论人工智能的优势和挑战 以及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一 爱的优势和优点 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爱可以快速地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 从而帮助人们更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 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自动化和智能化 爱可以自动化执行重复 繁琐和危险的任务 如制造 采矿 探险等 此外 它还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 实现自主决策和智能化操作 创新和发展 爱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演化 发现新解决方案 推动技术创新和发展 帮助人们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改善生活质量 爱可以在一边保健 环境保护 智能家具等领域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二 爱的挑战和限制 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 爱需要处理大量的个人和敏感数据 这些数据的泄露和滥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隐私和安全问题 失业和经济影响 爱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可能导致大量的失业 特别是那些需要重复性工作的行业 此外 爱的发展也可能导致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需要重新调整和适应 伦理和法律问题 爱的自主决策和操作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 如人工智能是否应该拥有权利 谁来对爱的行为负责等等 技术和算法限制 当前的爱技术和算法仍然存在许多限制和不足 如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 数据的偏见和错误 决策的不透明性等等 三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 合作和协作 爱和人类可以通过合作和协作来实现更好的效果 例如 爱可以帮助人类处理大量数据 而人类则可以提供更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替代和取代 爱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可能会替代一些人类的工作 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因此 需要考虑如何平衡至两者之间的关系 依赖和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类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来几句问题 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对爱的控制和监督 以确保其行为符合伦理和法律规范 教育和培训 随着爱的不断发展 人们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新的工作和需求 因此 教育和培训也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课题 总之 人工智能在提高生产率和效率 创新和发展 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 却有重要作用 但是 它也面临着数据隐私和安全 事业和经济影响 伦理和法律问题 技术和算法限制等挑战和限制 在与人类的关系方面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合作和协作 平衡替代和取代的关系 保持对爱的控制和监督 以及如何进行教育和培训 第三章 爱的应用场景 公益领域中爱的应用 医疗领域中爱的应用 金融领域中爱的应用 第三章 爱的应用场景 第一节 工业领域中爱的应用 工业领域中爱的应用 主要涉及到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善其生产过程 以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改善品质 以下是工业领域中爱的一些应用场景 智能制造 通过爱技术 生产线上的设备 可以实现智能化控制 和自主决策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 降低生产成本 物流和供应令管理 I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化的物流和供应令管理 优化物流流流程 提高运输效率和准确性 降低物流 降低物流成本 智能质量控制 利用I技术 可以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和分析 及时发现 并解决质量问题 从而保证产品质量 智能维护 I技术可以帮助企业 对设备进行智能维护 及时发现和解决设备故障 从而避免生产停滞和产生额外的维护成本 智能安全管理 I技术可以对工业企业的安全管理 进行智能化监测 预防事故的发生 保障生产安全 第二节 医疗领域中I的应用 医疗领域中I的应用 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疾病 制定治疗方案和监测患者病情 以下是医疗领域中I的一些应用场景 医学影像诊断 利用I技术 可以对医学影像进行自动分析和识别 帮助医生更快 更准确地诊断疾病 个性化治疗方案 I技术可以通过对患者个体数据的分析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和降低治疗风险 健康监测 I技术可以通过对患者的生理数据 进行监测和分析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提供有效的医疗干预 精准药物研发 利用I技术 可以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发现更有效的药物 提高药物研发的成功率和效率 医疗管理 I技术可以帮助医院和医疗机构 进行智能化管理 包括患者预约 医生排阀 医疗资源分配等 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三节 金融领域中I的应用 金融领域中I的应用 主要涉及到风险管理 投资决策和客户服务等方面 以下是金融领域中I的一些应用场景 风险管理 I技术可以对金融市场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 及时发现并预防风险事件的发生 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 投资决策 I技术可以帮助投资者 分析金融市场和投资组合 提供更准确的投资建议 从而提高投资成功率和收益率 客户服务 I技术可以通过智能化客服系统和机器人 实现金融服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提高客户满意度和服务效率 信用评估 利用I技术 可以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进行智能评估 帮助金融机构更准确的制定贷款方案和风险控制策略 金融诈骗监测 I技术可以通过对金融交易数据的分析 实时监测和预防金融诈骗事件的发生 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和安全 总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其在工业 医疗和金融等领域的应用也将越来越广泛 对于企业和机构来说 通过合理的应用和整合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实现更高效 更精准 更智能的生产和服务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同时也需要注意相关法律法规的合规性和数据隐私的保护 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良性发展和应用 第四章 I的未来趋势 I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I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第四章 I的未来趋势 第一节 I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I领域的发展也在加速 未来 I的发展趋势将会呈现一下几个方面 更加智能化 随着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不断发展 I将变得更加智能化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和行为模式 更加普及化 I将逐渐走向普及化 不再局限于一些特定领域或人群的使用 人们将更加便捷地使用I技术来解决各种问题 更加人性化 未来的I将更加注重人性化设计 致力于提高用户体验和人机交互效果 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更加协同化 未来的I将更加注重协同工作 与人类一起合作完成各种任务 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 第二节 I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随着I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将越来越显著 以下是几个方面 人类的工作将发生变革 I技术将逐渐替代一些简单 重复 低技能的工作 而人类将更加关注创造性 创新性和高技能的工作 教育将发生变化 I将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学生提供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和服务 产业结构将发生调整 I技术将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 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成长 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将提高 I技术将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力 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第三节 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随着I技术的快速发展 未来也将面临各种挑战 以下是几点应对措施 加强人才培养 加强I领域的人才培养 提高I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未I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撑 加强I伦理和法律建设 加强对I技术的伦理和法律建设 避免I技术的满用和损害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 加强I技术的安全保障 加强对I技术的安全保障 防范黑客攻击和恶意必然 确保I技术的安全和可靠性 推动I与人类的和谐发展 推动I与人类的和谐发展 强调人机协作 人机融合 促进I技术的友谊运用和良好发展 加强国际合作 加强国际合作 分享I技术和研究成果 共同应对I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推动全球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综上所述 未来I技术将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影响 需要我们加强对I技术的理解和应用 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以推动I技术的友谊应用和良好发展 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做出贡献 第五章 真编中年心态 重新学习新科技 中年人士对新科技的心态和视野 如何克服恐惧 重新学习新时代的新科技 如何利用I提升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第五章 真编中年心态 重新学习新科技 中年人士在学习新科技方面 往往存在一些心态和视野上的障碍 一方面 他们可能会感到恐惧 和排斥新的科技 因为这些新技术 与他们熟悉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 已经达到了瓶颈 难以学习和掌握新的科技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 中年人士需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 来重新学习新时代的新科技 首先 他们需要认识到 新科技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并意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 其次 他们需要积极寻找学习新科技的途径和资源 例如在线课程 社区学习 工作培训等等 这些资源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新科技的基本概念和应用 从而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 此外 中年人士还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 以更好地适应新科技的学习和应用 例如 他们可以采用学习实践反思的循环学习法 不断尝试和实践新技术 然后反思和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和能力 最后 中年人士可以利用I技术来提升自己和社会的价值 例如 他们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 来分析和理解大量的文本数据 从而提高自己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他们还可以利用I技术来开发新的应用和服务 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和挑战 总之 中年人士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视野 来重新学习新科技 并不断担心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通过不断学习和应用新科技 他们可以提高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同时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结语大爱为人人 人人认为爱 让I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得力助手 人工智能I作为一种技术 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 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 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I可以被应用于医疗 交通 安全 金融 教育 艺术等各个领域 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创新 爱的重要性和意义在于 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精确 更高效 更创新的解决方案 与传统的人力或机器相比 爱可以处理更大规模的数据 更复杂的问题 并且在短时间内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例如 爱可以帮助医生更快速 更准确的诊断病情 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 爱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降低成本和风险 爱可以帮助政府提高治理能力 和公共服务水平 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 在各个领域 爱都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应用前景 但是 爱也存在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比如数据隐私 伦理道德 社会责任党 因此 我们需要加小爱的监管和规范 确保它的合法 安全 可靠 同时 我们也需要加小爱的教育和普及 提高公众对爱的认知和理解 使其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独立助手 因此 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和投入爱的发展和应用 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只有这样 爱才能真正成为人人的技术 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 爱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爱将会继续引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 这并不是单靠科技公司和专业人士能够完成的事情 而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因此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爱的重要性和意义 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独立助手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爱的发展和应用 推动它的进步和发展 让其真正服务于人类的利益和需求 同时 我们也需要关注爱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 加强其监管和规范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爱的合法 安全 可靠 让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和改善 记得关注再走 记得关注再走